在電視城見到藝人Cosplay 扮鬼扮馬有什麼特別 何君佩和何依婷 這日以一身日本動漫造型 錄影萬聖節特輯 當被問起 以往有沒有趁著節日 出去扮鬼狂歡 想不到兩位都說沒試過 這麼多年 我都沒有為過萬聖節做過任何事 所以我從來沒有Cosplay過 也沒有為萬聖節裝扮出去玩 所以真的藉著這次工作的機會 可以試試不同的角色 我昨天也拍了另一個 關於Halloween的節目 有另一個造型 希望到31日出街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兩個不同的何君佩 其實我從來沒有試過Cosplay 慶祝萬聖節 所以我都知道我自己 今天有份玩這個節目 還有可以扮演這個Nazigo 然後我就馬上去買了一雙粉紅色 這雙粉紅色是你自己自費的嗎 對 我以為是化妝同事給你的 沒有 我還想要一個假髮 我覺得很不像 你會有假髮嗎 它很長,我沒有 它是化妝很長的,而且是黑色的 但實在是時間太過了 廠傳,準備不到 我自己跑出去買一個粉紅色 是不是一個好的藝人 是為了一個角色 會自己去做功課 萬聖節向來都有繞古人的傳統 Matthew透露自己在繞人這方面 也挺有心得的 我和郭子豪和奶仔整天互相繞古 但為甚麼繞古呢 因為我們三個的生日月份都很接近 他們兩個是七月 一個七月頭,一個七月末 一個八月頭 這時候繞古完郭子豪 隔幾個星期就要繞古方小聖 繞古完方小聖 隔幾個星期就輪到我了 誰知道我到八月三日後發現 沒有人會繞古我的 我就是最大的繞古 不是… 我開始說,不是搞錯 七月那麼用心繞古完郭子豪 繞古完奶仔 到我生日,你們不幫我慶祝生日 就是我很抱怨 等別人會繞古你 我預期他們會來慶祝我生日 誰知道沒有 最後是等了一個多星期才 因為他們沒有空 要遷他們的期 等我整個星期 到他們繞古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夢了 整個星期的生日 哪有樂趣,對吧 每人繞古都要有樂趣 我已經失望了 就好像大時大節 你預期另一半會準備一些東西 誰知道沒有… 所以時間很重要